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的嘉茵县,因出土了大陆首具恐龙化石而具有恐龙之乡的美誉。 但连日来,由于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,位于该县恐龙山的四个恐龙发掘点已经被水淹没。 据嘉茵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工作人员介绍,近年来为了保护恐龙山和恐龙化石发掘点, 嘉茵县在恐龙山附近修建了防护堤,但未能阻止住此次洪水。 嘉茵县的恐龙化石发掘点位于山根,其中四个已经被水淹没。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,从我手势向下看,这里就是嘉茵恐龙山的四号化石发掘点。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被上涨的洪水所淹没了。 我们现在除了一号化石挖掘点没被淹没外,其他的二、三、四、五号发掘点全部被洪水淹没。 据介绍,挖掘点下面还有恐龙化石,几乎是随时挖随时有,但江水长期浸泡会让恐龙化石变得疏松。 据专业人员介绍,过些日子随着洪水的退去将会有一部分化石流失, 而另外一些化石有可能会裸露于地表之上,在日后遭到风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